警方引用社团条例建议保安局局长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 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说当组织开始有违法行为 警方才会留意和搜集证据 形容情况就好像发生劫案之后 警方要执法一样,谈晓同步道 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是书展推介几本港沟通的书 警队有些工作做了出来,很多时候令人误会的 可能市民误会我们,为何你这样做,好像不太合理 所以沟通的技巧是非常重要 今次是警方建议保安局局长引用社团条例 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之后,卢伟聪首次解话 他强调警队有责任执法 在社团条例之下,我们警队是有责任的 如果社团或者组织或者任何组织 它是没有涉及一些违法行为,我们是不会留意它 只不过是因为它开始有违法行为 或者干犯了一些香港的法例 我们才会搜集证据 就好像平常如果有结案,有些案件发生 我们就会搜集证据,然后进行一些执法行动 是这么多的 那么主张自决的组织又有没有违法? 任何团体或者组织干犯了香港的法例 我们一定会根据社团条例也好 或者其他的法例也好 去执行我们自己的应有的责任 他说警方尊重市民结舍和言论自由 由于已经进入法律程序 不便评论民族党的个案 有线电视记者谭晓彤报导 有线电视记者谭晓彤报导